6岁的小男孩三天没吃东西 躺在沙漠里一动不动 皮肤也被晒得有黑 姐姐没有办法 只能将小男孩背着上路 可是荒漠实在太大了 宝姐也是三天没进食 弟弟还被晒晕觉 刚满18岁的宝姐 靠着坚强的意志力继续赶路 突然前方出现一小片绿洲 宝姐仿佛看到了希望 不一会带着弟弟来到树下 幸运的是这里有一片水源 树上还有鲜美的果实 弟弟打算吃一颗 但宝姐不放心 直到看到鸟吃下没事后 两人才想用果实 吃饱喝足后 他们顺便洗了一个澡 还把臭烘烘的衣服洗干净晾晒 很快他们睡了过去 就连头上出现大虫嘶嘶叫 他们都是雷打不动的一直睡 小动物来把水喝干了 他们依然没有醒过来 随着时间一点点的过去 水源也渐渐干涸 宝姐醒来后 一脸生无可恋 本以为水能够让他们生活几天 没想到才一天过去 水源就干涸了 最重要的是 他们没有将水储藏起来 看着水源的消失 弟弟问姐姐我们是不是要死了 宝姐没有搭话 只是陪着弟弟静坐 可是等了一天又一天 依然没有看见一个人影 此时的宝姐 多么希望有白马王子来拯救她 就在她感到绝望的时候 一个令荒漠动物都恐惧的生物出现了 只见她拿着一根长毛 对着沙漠乱戳 不一会一只大蜥蜴就被捕捉了 而且腰间还挂满了战利品 宝姐看见有人出现后激动不已 虽然不是白马王子 但黑王子也是可以的 但无奈两人语言不通 小黑剑他们没事转头就离开 宝姐可不会放过任何求救的机会 带着弟弟上去再次交流 可是宝姐的话小黑听不懂 好在聪明的弟弟做了个喝水的手势 小黑这才明白他们缺水 在小黑的帮助下 姐弟俩终于喝到了水源 小黑也知道他们需要帮助 于是决定带他们离开这里 可是路上的时候却发生一点意外 非洲小火举起一根长毛 静直的向前方扑去 一头小袋鼠被他锁定 可是一击没将袋鼠杀死 小火无奈只能继续追击 在小火的追击下 袋鼠被逼到死角 打算靠武力与小黑决议死战 但面对有着荒漠屠夫之称的小黑 袋鼠最终被小黑拿下 小黑杀死袋鼠后 第一件事就是取下他的蹄筋 因为一名优秀的猎手 武器上的动物装饰品越多 就说明他们越厉害 渐渐的宝姐对小黑有了好感 但弟弟在一旁实在太吵了 小黑为了过二人世界 直接把弟弟放到树上凉快去 宝姐由于很久都没见过男人了 加上小黑救过他们姐弟俩 为了报答小黑 那一晚小黑就尝到了甜头 隔天一大早 小黑对宝姐更加关心了 为了不让宝姐被晒 主动帮她做了一个遮阳伞 但小黑知道宝姐迟早要离开 为了让宝姐留下来 小黑就起了坏心思 几天的时间里 他们并没有走出荒漠 而是被小黑带着绕圈圈 很快姐弟俩被她带到一处地方 这里山清水秀 还有一个大大的湖泊 找到暂时的住所后 小黑就开始外面捕猎 为了逃宝姐开心 小黑每天都早起捕猎 宝姐为了给小黑帮忙 请求小黑教授她捕猎技能 但宝姐还是很害怕 就连过河的时候 都需要小黑背她 当然宝姐的请求 小黑都是一一答应 这天小黑找了一个红气球 她亲自走到宝姐面前 打算送给宝姐当礼物 但宝姐知道 这是小黑的表白 如果答应了 她必须得留下 宝姐很理性 直到气球晒爆了 她都没有收下小黑的礼物 为了回到城市 宝姐还发出了求救信号 但许多天过去 还是没有人来救援他们 渐渐的 弟弟也习惯了这里 甚至和小黑打成了一片 他还求姐姐留下来 但这里始终不属于他们 宝姐还是喜欢城市的生活 终于这天 他们找到了一间房子 宝姐以为里面有人居住 可是走过去的时候 发现房子已经废弃了好久 虽然宝姐很失落 但小黑却私下开心极了 非洲小伙带着小男孩外出打猎 虽然两人语言不通 却能很好的融洽在一起 不一会 小黑带着男孩来到一处公路 小黑预感大事不妙 因为有公路 就意味着会有白刃路过 为了能留下宝姐 他赶紧带小男孩离开 来到森林深处后 小黑发现树林中有动静 追过去的时候 发现是一头走散的小野牛 小黑捡起一个木桩 准备猎杀这头小牛 费了九牛二虎之力 终于捕猎到了小牛 可就在这时 远处传来了枪声 一头头大野牛被猎人击杀 他们击杀野牛不是为了牛肉 而是取出牛身上值钱的部位就走 小黑看着野牛尸体遍地 心中的怒火油然而生 小黑击杀野牛是为了生存 而白人击杀野牛是为了取乐 白人的行为已经触及了小黑的底线 但小黑知道 他不是这些猎人的对手 小黑回去后 看见宝姐的肤色 第一次感到了厌恶 这一天 小黑没有和宝姐搭话 而是默默地离开了 但小黑想到宝姐的美貌有些不甘 为了得到宝姐 小黑盛装打扮 因为他想用最隆重的仪式 让宝姐嫁给他 可他奇异地打扮 不仅没让宝姐开心 反而下了他一个机灵 但是小黑并没有放弃 在宝姐没答应之前 他必须一直跳下去 弟弟看见小黑一直在外面跳舞 询问姐姐怎么回事 但姐姐却告诉他 小黑在做祈祷仪式 而宝姐知道 那其实是小黑的求偶方式 但宝姐不能答应小黑 不管小黑如何努力表达 宝姐一直选择待在屋内 直到天黑的时候 小黑还在跳舞 终于第二天早上 小黑为了惊疲力竭才停止 因为他知道宝姐没有选择他 他就选择了自杀 因为在他们的族规里 用上最隆重的求偶方式 还是失败的话 这是非常耻辱的一件事 唯有一死才能洗刷 很快小黑就上吊自杀了 虽然宝姐有些自责 但回到城市才是他的目标 在弟弟的带领下 他们来到了公路旁 最终在白人的帮助下 虽然他们回到了城市 但小黑的死 却成为了宝姐一生的阴影